如果你是一个爱读书的人 特别是爱阅读电子书 那么你一定会有一个困扰 那就是哪里去获取图书资源 随着版权越来越严格 可以下载电子书的渠道越来越少 而今天这个视频 我会完全地解决你这个烦恼 首先我会给你提供一个 包含1224万图书 加上8483万期刊的网站 基本在这个网站里面 你可以搜索到你需要的任何电子书籍 我还会给你提供 包含几百题网盘图书的资源 有了这些资源 即使你患有严重的松鼠症 也一定可以完全帮你治愈 首先要和大家介绍的 就是ZLibrary这个电子书网站 ZLab在官网上宣称自己是 全球最大的数字图书馆 没有之一 并且在文章搜索页面上 称自身是全球最大的科学文章存储库 它的图书资源数量 全球第一毋庸之一 但是国内用户使用ZLab 会遇到一个问题 因为ZLab会接到很多版权相关的投诉 因此它的域名经常会失效 所以有时你的收藏夹里面 会收藏了很多ZLab的网址 但是它们一直在变 你并不能确定 下一次通过这个网址 你可以访问到ZLab 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这里我给你一个终极大法 你可以把之前的那些书签删掉了 你只需要保存这一个书签就可以了 通过这个网址 它可以自动去匹配 可以访问的域名 完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们输入这个通用网址 它会自动检查可用的域名 现在我们顺利地登陆到ZLab网址 我们看左上角 这里面包含了1024万的书籍 8483万的期刊文章 这个数量被称为全球最大的电子书库 实至名归 在通用搜索里面 我们可以按照书籍的名称 作者ISBN出版社MD5进行搜索 我们也可以点击搜索设置 按照书籍的出版年份 书籍的语言 和书籍的格式来进行搜索 当我们搜索一本书的时候 可以搜到非常多的搜索结果 在搜索记录里面 会提示书籍的名称 书籍的作者 出版年份 语言 和书籍的格式 如果你之前下载过这本书 书的封面上会有明显的标识 我们点击书籍的详情 在书籍的详情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这本书的简介 和书籍其他的相关信息 我们可以直接点击进行下载 如果这个格式不是你想要的格式 可以点击下拉框 选择格式转换 转换为你需要的格式 如果你的手上有Cundo的设备 你可以点击一键发送到Cundo 或者把这本书发送到邮箱 你的谷歌网盘 或者电报 下面还有你可能会感兴趣的书籍推荐 这些书籍和你搜索的这本书 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下面还有关联书单 你可以看到哪些书单里面包含这本书 进而通过这一本书 找到一系列的书籍 我们点击学习效率这个书单 我们可以看到 其他用户整理好的 很多同类型的书籍 我们点击轻容的一本 又可以看到通过这本书 给你推荐了感兴趣的书籍 当然你又会发现一系列的书单 通过这种类似于思维导图的方式 你可以非常方便的发现很多适合你的书籍 书单下面有着用户对这本书的评价 在下载这本书的时候 你可以看一下评价 这里面不会包含着书籍的内容和排版 接下来介绍一下网站的账号权限 当你注册登录以后 你默认是访客的身份 你每天可以下载五本书 你可以通过主动捐赠来提升等级到初级 初级以后你每天可以下载十本书 并且增加了下载历史 发送图书到电子邮件 发送到国歌云盘 电报 还有刚才那个非常好用的为你推荐的功能 如果你全送的金额达到了高级的标准 你还会获得一键推送到Cando 文件转换 一键下载的功能 除了ZLab网站以外 我还给你提供了大量的网盘资源 在这个一个cell里面 你可以查看到非常多的图书合集 你可以一键下载 合集内所有的图书 在最后一个页前里面 你可以发现更多的内容 这里面网盘的资源非常多 比如这个资源有50T 这个图书馆的资料有26T 50T 777T 编程学习资料15T 电子书合集9T 还有整个图书网站的备份 像这样的资源 这个一个cell里面 就有344项 如果你想要获取这些资源 请关注公众号格务时间 回复010获取文档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不要忘了点个收藏加关注 我们下期将分享新的内容 我是格务时间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